早啊,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真的有九龙台关 九龙台关真的存在,你敢相信吗 这处神迹就出现在丰都鬼城的一个百米树井底部 当我们穿越狭窄的迷宫洞道 眼前一幕竟让我们所有队友大惊失色 一会下去,看能否找到那个传说中的九龙台关 下面有人吗?有美女吗?没有 本次的探索呢,是经的当地车尾的允许 所有的探索都是在安全装备的前提下进行的 做好安全保护之后,我们就整个下 哇塞,这个后面就是无敌黑洞 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水溶型竖井 从这里看下去是完全看不到行径椅的灯光了 咱们继续下降 洞口呢,就像一个大大的脚印 还是以前的那种绣花鞋的那种样子 周围呢,是一个弹口 现在往下望的话,还是看不到底 这个洞壁上面非常的广滑 看一下,这边有很多枯枝败叶 我们继续下降吧 毕竟100多米的神将,我们现在来到底部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下面呢,有非常多的生活垃圾啊 再次呼吁大家,在以外这种天坑里面 一定不要扔垃圾下来 一定不要扔垃圾下来 可以看到这些塑料垃圾呢,都是不能分解的啊 然后它这里呢,是钓的有一根大树 这个可能在若干年以后啊,它会形成银沉木 因为这是一根青钢树 看这里曾经是有人下来过 你看,这用针子打的 看一下,这个下面呢,是一个小小的洞口 咱们钻过去一探究竟 我一身的安全装备,有点挂,挂我 咱们从这边过来的啊 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出口 因为出口非常小 这里像迷宫一样 你看到 看,下去就是吊砍 看一下,我的天哪 看这天上的石损 难以想象那么小的一个洞口进来 就是这样的天地 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向阳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钟螺丝 很漂亮啊 哇,十省十七 大家看 哦,是通的啊 在钟螺丝形成了迷宫 哦 看一下 上面 还有没有其他洞道 这边是盲洞 火门你在哪里 过来之后 这里是一个钟螺丝大厅 规模还可以 差不多有几百个平方 现在我们随着这个台阶 去一块二层看一下 这些钟螺丝 要光线不是很亮的时候 这样照过来 就像一个一个人把你望着的 那就特别可怕了 好,主动到,在这边 好 发现了主动到 好 这里发现了一只口袋虫 口袋虫不一般都是生长在田坎上吗 怎么会在这里 口袋虫是一种可以吃的虫子 那不是蜘蛛 哇 这个墙看着有点怪异 看一下 这里上面是一个大空间 没有其他动到 它的主动到是往这边去的 走 我们 从这里下去 哇 这是石龙吗 天哪 这也太形象了吧 夏阳 我要在这里发现了石龙 地上的云盆 真的是宛如石龙啊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六条 七条 八条 那边一条 伙伴面前九条 真的是传说中的九龙石 在这个洞厅里面 蜿蜒缺折 真的是栩栩如生啊 但是他们说的棺材又在哪里呢 看这个龙林都是栩栩如生 还有这个传说中的盘龙石 再看 这边连接的是龙头 据说当年这九条龙 把这个棺材抬到这个洞里呢 就化成了石龙 在此地保佑这个棺材的主人 外面的这个九龙石的头部 全都是朝着这个洞道 所以我们从这个洞道继续深入 应该就能够看到传说中的棺材了 棺材 哇 天呐 哇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个棺材已经垮塌下来了 哇 哇塞 九龙台关是真的 天呐 哇 九龙台关我只在电影里面见过 没想到我们今天在这个九龙洞里面见到了真的 下面就是九龙石 这个是不是九龙捧盛的寓意啊 这边已经腐败了 从这个棺材的腐败程度来看 这个应该是处理在这里很长很长时间的 看 这边还有个玄关 这些石头上面有很多 我数了一下是九龙棺木 地上全是浮沫和一些碎骨头叉子 现在我的周围全是棺木 看一下这边 哇 看这些肿肉丝 就像人头一样 在这里 我们从这个台阶上去看一下 这个后面很大的空间 再上去看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棺木 这里又发现了 一幅完整的棺木 这个上面盖子都已经没有了 我隐约还看到了里面有东西 哇塞 天啊 天啊 里面也不能看 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洞道 我们要过去看一下 放在上面 哇塞 哇塞 天啊 这里可真的是怪石铃群啊 这里可真的是怪石铃群啊 哎哟 这里很窄 啊 啊 看一下 这又是个独立的空间 我现在有点紧张 好怕 突然有一口棺材 直接怼到我的脸上 那就不好了 上去看一下 兄弟们你们紧张吗 还好 这里没有 这就是一个中入室大厅 这里还有这种像灯盏一样的石头 从这里还可以上去 哇 这又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看一下 这里没有东倒了 这里有一个乡下的书境 它应该是通往了门头那里 我一直以为这个九龙台观的传说有点扯啊 没想到进来之后 真的是有这样的场景 我现在又回到了棺材这里 这是一个盲洞 下来之后 这边又要走上坡 下面 哇 下面好大一个断崖 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大断崖下去 天呐 我们下去看一下 有点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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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